佛的本身没有现象 在净土法门里头就叫长级光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心理现象 没有自然现象 所以佛经上常讲它是空 但是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欲言能心万发 怎么现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像一张照片一样 我们现在拿照相机 照表面向印按钮全部照在里头 也可以不留 它现是全部都现 不会现局部 它是现全部 念念都是全部 念念并不像头 我们用照相机就可以能实验出来 你把张印也摆字体 你把快门按十次就照射照 射照外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它有变化了 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真意有变化 它变化得很微细 像一个小草 一秒钟按下 摄苗 它摄苗之前 摄苗之后它慢慢长了 它长得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照相机照的有花 开花缩小 拌子收起来 那是什么 那是各个十分钟去按一张 再各十分钟再按一张 然后用快门给它放 你就看到 花开花后 所以要知道 宇宙之间一切万象了 念念不一样啊 这是真的 决定找不到 两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就是真如 因为它不生不明 它没有现象 那是完全相同 有了现象了 就不一样 所以像是假的 性是真的 性是能生能心 发现 尝尽光 这真的 所现的一切像 都是假象 都是 刹那刹那 不一样 这是佛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 可学 高等 可学 让我们认清 这个世界 真的要认识 假的也要认识 真的要跟它相应 假的不要自主 可以 受用 不能自主 可以欣赏 不要被它骗了 以为是真的 就被它骗了 佛菩萨的本事 比我们高 就高在这一招 我们会受骗 他不受骗 所以他在一切 现象里头 没有自主 没有分别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这就叫 诸佛菩萨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叫凡夫说字 你完全被欺骗 不了解 四世真相 被蒙蔽了 这一骑萨 你就造孽 想占有 想控制 想支配 这叫造业 造业 善业 有善报 国报献起 叫三善道 这么来的 不善的念头 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三我道 造这个意义 所以 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夜深济雨 过去未来 统统自己要负责人 决定不可以冤天诱人 为什么 于人于天地 于佛菩萨 于鬼神 毫不相干 统统是自足自首 你把这佛经理都看清楚了 就明白了 自己对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迷是你自己迷的 物也是你自己悟的 佛菩萨给我们的是正上缘 他不能帮助我们梅 也不能帮助我们无 所以物是自物 迷是自密 佛菩萨只是把他的经验 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做参考 如此而已 我们要相信他那是确证 确证是绝对正确的 确定没有错误的 跟他学是对的 你要跟鬼神学 鬼神是在迷 不是完全觉悟 他有些地方对 有些地方不对 统统跟他学会上当 那怎么样呢 出不了有的轮回 这个亏据是大了 所以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完颜放下 要神通 自己可以得 念佛心里集中之后 能力就先进 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自己可以跟佛菩萨沟通 不必天性外人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自己可以跟佛菩萨沟通